环境变化影响自然生态 东马沙巴州野生动物协会最近就在丛林里发现了一头与众不同 獠牙不向外反而向内生长的野象 令研究人员感到十分意外 沙巴野生动物协会旗下拯救野生动物组织 早前接获民众投报指 有三头野象在游棕园内大肆破坏农作物 工作人员细查发现 其中一头野象的象牙生长异常 不是对外向上生长 而是往下内弯 实处罕见 拯救野生动物协会指出 这是国内发现的第二头獠牙生长异常的野象 低头已经将游沙巴森林保护局放生 至于这头异类大象则暂时安置在婆罗州大象保护中心 直到物色到合适的地点才会放生野外 研究人员目前还在分析和寻找象牙内弯生长的原因